我們現在看到2389呎的海景大甲 這裡就是雙子門 一門就有一個很寬敞的大廳 整個廳有一個橫廳的間隔 整面海就由頭看到尾 那邊就是港島東 你看到整堆落地玻璃 前面就有海景 相當正 轉過來這裡就有一個大的露台 它是用燙門的 可以燙在一邊 外面就可以引入一個廳 露台也成為廳的一部分 走出來的空間是相當寬 我們現在的位置是53樓 基本上過了前面的三樓 望的視野是非常之高 不怕畏高的朋友可以向下 會鎖 然後一條馬路去藍田那邊 那邊就有一點睡 也沒辦法 港島東 日昌食物公益區 露台又相當寬 你可以擺茶几椅 然後坐在這裡曬太陽 曬太陽是向西的 真的曬太陽 然後我們看看這邊 這裡是其中一個套房 進來就有一個門 它後面可以做一個紮身的玻璃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房 你看到它的特色樓層 樓底會更高 然後都是一線大窗 整片海就在你面前 再轉過來 這個就是套廁 就簡單站在你為主 空間也相對來說很大 我的廳真的很高 這個廚房就有雙托門 然後有一個倒桌 這個倒桌我自己挺喜歡的 它就分兩部分 下面就有櫃 上面可以放東西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插座 也挺實用的 廚房的桌面是非常多 就是洗、切、煮、焗爐、咖啡、酒櫃 基本上是豪宅的標配 所有東西都齊了 然後雪櫃就是這邊 山開門的雪櫃 全部東西都是牌子的 MIRROR的 它儲物都相當豐富 都夠了你放東西 有一個大窗網上山 兩個星盤 哇 這枝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應該是挺高級的 下面還有一個 那些叫做敲爐 有兩個名房 一個晚火爐 還有電磁爐 所有東西都齊了 這個廚房真的無敵 廚房的旁邊預留做了工人房 都很大 還有有窗的 這邊就是客廁 然後再進來 就是另一間套房 也是一個海景的房 看著這排窗 純粹的視覺性意 通常客人來到可以給個用 或者一些大小小的小朋友都可以用這個 有一個圓形的窗 比較帥仔一點 唯一的缺點就是看到一點雲景 但是這個沒辦法 張高浩日昌城這邊 看到海 大部分景觀都會看到一點雲 這個沒辦法 先天上的劣勢 這個套房也有一個圖廁 再走 走廊也挺長的 這裡還有另一個客廁 好奇妮 用臨浴的 有窗的 還有這裡 又是另一個圖廁 不過這個圖廁就沒有窗的 又是一個很大的房 配上南天壁海就很通透了 擺位上也要花一點點心思 還有它有點尺角位 因為其實它是故意扭開我的 藍藍的一片海 這邊就有一間小房 就看回張高浩工業村那邊 看另一邊的外景 這邊就沒有減光 但是通常人家做就會擦這間房 給主人房用買 因為主人房就在旁邊 主人房挺闊的 唯一一樣東西就有一點尖角位 但是你可以拉平 這個就考過設計師 而窗外的景觀一樣亮麗 全海景 很棒 然後我的兔子就在這裡 這裡可以做一個衣櫃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工作露台 佛企的露台 主人的浴室 浦宅見不見到 所有東西都齊了 雙升盤 還有這些挺漂亮的拉櫃 所有東西都升級了 做了乾濕分離的設計 設有淋浴區 一個按摩浴缸 看出去都整個開景 整個窗都向南開 就特地避開了糞場的視線 整個窗就2389呎 似這些單位發展商 議案價就超過2萬 你說得值不值?